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一日之内连续两次遭遇7.8级大地震 土耳其地震,而瓦良格号却被数次顶上热评 这绝对是2023年的核爆级开篇 土耳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.7万人 东方大国第一时间出手援助 网友却对此各有不同的态度 其中更有不乏不赞同出手援助的声音 直言没必要答救 在各种评论声中,不由让人好奇 当年瓦良格号究竟发生了什么 长安点赞三秒,我们接着往下看 2月6日,土耳其发生了7.8级大地震 根据地震专家推断 这次地震的威力相当于130枚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 截至10日,土耳其死亡人数高达了17674人 世卫组织预测的死亡人数将高达2万人 中国派出救援队伍已经在土耳其展开活动 在许多网友担心与祈祷之余 也有不一样的情绪出现 瓦良格号的故事又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土耳其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土耳其这次的大地震 除了同日连续两次特大地震以外 学上加霜的是 地震带正好处于